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台灣在國際關係上又贏一仗 今次他們得到荷蘭人的認同 荷蘭駐台灣的機構今天正式改名 激到中國方面紮紮跳 本來這個機構的名稱叫做 荷蘭貿易企投資辦事署 辦事署的代表紀維德宣布 說要將名稱簡化為荷蘭在台辦事署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他形容雖然字數少了些 但內涵多了很多 他在與台灣外交部長吳超雪會議時 當面通知他改名的決定 吳超雪說對新名稱表示高度肯定和歡迎 讚賞台河關係的正面進展 彰顯台河關係密切有好 其許雙方會在各領域深化合作 中國外交部得息事件以後 找了駐荷蘭大使館表示嚴重關切 和荷蘭外交部取得聯繫 要求何方作出澄清 並且提出嚴正交涉 駐荷蘭大使館強調 台灣問題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發展中和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方敦促何方切實確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 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以實際行動維護中和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難怪他們會激到彈起 因為本來這個荷蘭駐台灣機構的名稱 沒有台灣的台字 現在加了台字上去 很明顯是標誌著 河台關係更進一步 邁進了新的一頁 其實這也是有跡可尋的 自從全球大流行疫情發展以來 台灣和荷蘭的關係日趨密切 不過這也是拜中國所賜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荷蘭在全球首購醫療物資的時候 曾經向中國廠家買了130萬隻口罩 只不過送到荷蘭的時候 發現這批口罩品質不合格 不適宜在醫療機構使用 於是荷蘭官方回收了其中60萬隻口罩 這件事未曾告一段落 3月底發生這件事 到4月頭的時候 台灣主動向荷蘭捐贈了60萬隻口罩 當然這批口罩也是合乎規格 否則荷蘭方面一早就出聲投訴 這60萬隻口罩 剛好抵消了荷蘭官方所回收的 60萬隻中國製造的口罩 起碼在數字上就相當吻合 到底是否特意要落他的臉 那就不清楚了 大家自行判斷了 所謂禮尚往來 來而不往非禮也 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到底荷蘭是回贈了什麼禮物給台灣呢 根據荷蘭在台辦事處所說 昨天適逢荷蘭的國慶日 雖然全球疫情仍然嚴峻 只不過荷蘭也特意空運了3999多 荷蘭的國花屈金香送給台灣 象徵著很多個長長久久 3999 如果用英文來表達就是3QQQ 如果用國語讀出來就是橙沼沼潮 即是長久久久 預意著荷蘭和台灣之間的友誼 是可以長長久久的 這批歪金香也要向台灣第一線醫護人員 表達誠致的謝意 這些真真正正做到千里送鵝毛 勿興情義重 這句也有典故 相傳在唐太宗徵觀年間 西域是一個國家叫回核國 當時他們打算向唐太宗朝貢 於是差遣了一個大官叫做緬伯高 帶同一隻當地非常罕見的白天鵝 想著呈獻給唐太宗 一路去長安期間 緬伯高也是對於這隻白天鵝苛惡備致 恐怕這隻白天鵝走到半路中途 倒楣就倒楣了 一路走到差不多長安之際 這隻白天鵝居然間 一路走到半路中途 緬伯高一手就想捉住白天鵝 只不過捉不住 只是脫掉一塊羽毛 好了 沒理由兩手空空去見唐太宗 於是這個緬伯高就情急至生 在籌段上寫了一首詩 那首詩怎麼說呢 上奉唐天子請罪緬伯高 禮輕情義重千里送我無 所以這個典故就是這樣 這首詩還要押韻 就是回轄人緬伯高所作的 好了 現在台灣和荷蘭之間正正就是這樣 他們不需要說什麼恩情 不需要常常強調說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 這些就是中國官式的套語 經常想提醒別人 我向你這個國家作出一些奉獻 譬如捐了什麼醫療物資給你 那你就欠了我一個恩情 其實這些不用說口才行 若然你不是為了要建立救世者的形象 根本上捐了就是捐了 別人如果是有心 自然就會擺起心中裡感恩 到你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施意援手 洗鬼擺在嘴邊的雪日說話說 報紙又登 微博又登 害怕人家不知 打挪打鼓 搞這些大外宣 好了 你一天打挪打鼓 自行宣傳都不夠 因為自己讚自己 就賣花讚花香 於是又要聯絡外國的政府 或者是政要 要通過人家的嘴巴來讚你 現在台灣哪用來做這些事情 你弄了這些口罩 給他不合格 賣給別人 好了 別人就贈送六十萬隻給他 別人就感受到這份恩情 又送回三千九百九十九枝 屈甘香過去 那就表達得到那種謝意 實情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只是花而已 但是那份情就很重要 不是說那些東西的價值 所以這跟中國是很大區別的 其實中國自從清朝以來 都是有這種恩主心態的 加上我跟你做貿易 就是我益你的 哪怕你是賺錢也好 蝕錢也好 我賺你錢也好 都是我益你的 只是看看東江水就知道 明明大家就是明買明賣的 而且那個水價 香港就貴過深圳和東莞很多倍 擺明已經是益你的 你又不讓香港去建很多海水化碳廠 好了 這一筆的生意大陸就明賺 只不過一到有什麼 中港矛盾和爭議的時候 經常有人出來說 叫你喝水師緣 但是那些水是給了錢的 就算要感恩 都是感謝大地之母 感謝這個皇天上帝 什麼時候是感謝這個賣家才行 那些雨水的從天如降 浪費鬼氣真是 何況那些東江水運到香港 不是馬上可以使用的 要運到雷水廠那裡 過濾一番 去處理一番 才是可以搏到水龍頭那裡用的 所以那個成本 都是水價一部分 所以你和中國做貿易就大劑了 往往他當自己是因主 現在台灣和荷蘭哪有這些東西 大家是處於一個公平的位置 買家和賣家是對等的 沒有說哪一個大哪一個小的 這件事就很重要 中國是學不到到現在都學不到的 好了 接著又說另一件事 也是關於中國的 昨天這個中國駐澳洲大使 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經濟威脅論 就說如果澳洲堅持要搞國際間的獨立調查 可能中國的消費者就會抵制澳洲的商品 在今天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 就有澳洲的媒體向發言人耿爽作出提問 他們就問 喂 根本上就聽不到好像這位駐澳洲大使所聲稱的 中國民眾對澳洲不滿的言論 在哪裡來的? 是不是真的? 梗爽就反問這個記者 你沒有聽過嗎? 你想聽嗎? 我建議你上一下中國的網絡 你上網看看中國的普通民眾 對當前的中澳關係 以及對澳方最近的言行反應和評論就知道 這名澳洲媒體就說 他不相信網絡上的言論 因為他根本上沒有在中國的現實社會當中 聽到任何的普通民眾對澳洲有不滿 梗爽就回答他 你覺得網絡上的言論都不是真實嗎? 你覺得這些言論是誰發出的? 是機械人嗎? 如果你在真實世界沒有聽到這些言論 就證明到你的接觸面是不夠廣 希望你作為一個駐中國的記者 能夠真正地深入了解中國社會 了解中國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想 這樣才能夠真實和客觀 全面準確地報導中國 另外又有外媒問他 澳洲外交部對於中國提出的經濟脅迫 是提出抗議 你怎樣評論? 耿爽就說 這位駐澳洲大使成敬業的表態 就是對澳方近來一些錯誤的言行 引起中國人民不滿的擔憂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不知道所謂的經濟脅迫的說法 從何談起? 即是他否認這個經濟脅迫論 你說了所以他就什麼都試一頓 他現在說完發現好像不太對勞 那他就又縮一縮 又說沒有說 又說不是經濟脅迫 那若然不是經濟脅迫的 你走去警告別人澳洲 說中國的民眾會抵制澳洲產品 對不對? 再加上他們就說中國的家長 可能會不選擇澳洲 作為他子女就讀的地方 跟著美國的參議員 Tom Cotton 立刻就出來了 就說要收緊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擺明就是支持澳洲 所以現在就縮一縮 可能他以後又說有說不定 反正在今天他就縮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